國語文化 我是阿婆 我今年37歲 我的部落是在韓國部落 我是一個艾滷美族人 当初为什么会把我们的画制成一个槟榔袋 然后把槟榔放在槟榔袋里面 阿美族的一个习俗 槟榔代表是一个传达爱情的一个物品 因为现在已经吃到的应该很少 而且也不会那么重视 我希望说因为这个的故事 让它去再被发现出来 这个以前是老人家传下来的文化 现在阿伯在把文化贴印在槟榔袋里 是很好的创意 部落的爱情故事去冲作一个作品 应该是很特别 所以说采用画去呈现这个作品 他们一对是部落里面 真正第一个穿婚纱照拍照的一个夫妻 因为他老公他本身是摄影师 那我穿一些普通的衣服 然后那个我的老公给我穿那个结婚的衣服 他妈妈跟老婆都做了 很高兴 这个我们部落的头目 因为他在部落里面的地位 是已经没有人可以取代的 对他老婆的付出那种是平等的 而且这两位都已经走掉了 中小我一刚到他们就说 这个是你可以吃 我爸爸也是给我妈妈吃 我妈妈也是给我爸爸吃 就是这样子 这个黄大圣爸爸从年轻到现在 就是潜水抓龙虾养家活活 我三十四岁跟我老婆每天出港 抓龙虾 我下岁的时候七点下岁 还是老婆就在 就在加班那边还是祷告 他说保护我 保护我老公平安后来进港 人家买冰冷这个袋子 其实就没有这种的那个 去母妈的龙虾 在康国圈的那个年纪 你那么厉害吗 我给了 因为这个槟榔袋 在我部落才有 就我觉得 就是现代的一些婚姻 很像为了一些事情 就会闹得不愉快 就是闹着要分手离婚 那个感情这个部分 就是因为时代也跟着改了 为什么不能维持像上一代那种 遇到困难 什么的 在复得一些问题 都能坚持这样子去 稳住一个家庭 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一代要学习的 都没有多优移 等我来说 在外面 就不求 我听起来 都不会上提 你 正好的 尤其是 那你 不是